我給他一個愛的報告 不是我的Only One 是我代表大家的 給我一個愛的鼓勵 我今天好犧牲喔 舞台上主持人大力擁抱韓國瑜 還開玩笑說自己犧牲 沒想到兩年後 韓國瑜成為最紅的政治人物 我真的不好意思這樣講 我很榮幸 兩年前在眷村音樂會 擔任主持人的劉小姐 回想當年大讚韓國瑜 很有氣度 如今也支持他更上一層樓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 像我們的左臨右舍 也都跟我一樣的想法 我們台灣真的需要 這樣的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理念的人出來啊 韓國瑜的人氣 其實都是靠他自己 一步步勤跑基層耕耘 2017年農曆過年期間 還曾到台北眷村 忠孝新村向居民拜年 當時的韓國瑜 受到眷村居民的支持 經過兩年的時間 這些支持者的想法 始終沒有改變 自他選總統 當然我回來了 不不不 我一定要選他 他知道我們的心聲 我當然不選他要選誰啊 敢講話 敢做 不少罵人 什麼都不該做 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 我覺得說他目前的 以他的格局跟他的想法 部分對於台灣的未來部分 是我覺得有正面的意義 台北高雄的眷村居民 立體韓國瑜選總統 希望二零二零年的執政權 能夠成功反轉 記者林英偉 學長方 台北報導